这个女人好像疯了 只要有人上了她的车 她就会不停地念叨着 她叫李米 是名出租车司机 这串数字是她已经失踪四年的男友方文 给她写信的日期 她想要寻找一个答案 这天 李米的车上来了两个看起来憨厚老实的男人 一个叫火棍 一个叫水天 李米照常将手中男友的照片递给了两人看 询问两人有没有见过照片上的男人 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 李米便迅速把照片拿了回来 到了目的地 火棍掏出车费 由于没有零钱 李米下车去换 可两个男人却像有急事一样 匆匆拿了李米车上的一本杂志滴钱 便匆忙离开了 殊不知 那本杂志被李米看得比命都重要 两人赶到一座桥上 见到了一个戴着墨镜的神秘男人 只见男人坐在栏杆上 不停地对着两人迎着诗 没文化的两人听得一头雾水 更让两人没想到的是 因为诗的男人竟然往后一倒 从栏杆上摔了下去 正好砸中了方文的车 受到惊吓的方文赶紧下车查看 可只看了一眼地上的方文 就不停地往桥上看去 水天没拿完手中的杂志掉了下去 方文捡起杂志一看 里面竟然都是自己的照片 看着方文恶狠狠地盯着桥上的火棍和水天 脸儿心虚了 开始撒腿就跑 半路 水天想要上厕所 却被火棍狠狠地揍了一顿 没找到火棍和水天的方文非常懊恼 找不到街头人的火棍和水天也没有办法 他们准备拦车回家 结果正好遇到了之前坐过车的李米 李米看到火棍肚子疼得倒在地上 便好心买来止痛药给火棍吃 听着火棍要去一个很偏远的地方 李米一个女司机有些犹豫了 可是看着憨厚老实的俩人 李米便同意了 殊不知 这将是他做过最后悔的一个决定 一路上 水天和李米不停地闲聊着 水天说自己是来昆明找女朋友小香的 也许是有着相同的遭遇 李米和水天一路上聊得非常开心 无意间 李米还提到自己可能见过他的女友小香 水天一听非常激动 一把抓住了李米 让他带自己去找小香 李米有些吓到了 更让李米害怕的是 火棍的身上竟然吊出了一把匕首 而此时 车子已经行驶到了非常偏僻的地方 这是我见过最应和的求救方式 一名女出租车司机 遭遇了两名歹徒的绑架 在行驶到加油站的时候 李米故意夹伤了自己的手背 手背鲜血之流 李米赶紧用血在车门外缓缓写下110 还故意把钱扔在了地上 工作人员见状 明白了李米的意思 赶紧替他报了警 火棍看出了李米异常的反应 独自下车寻找合适的犯罪地点 车上只留下水天和李米 水天拿着刀威胁着李米 让他替自己跟小香说 自己会等着他 随后便下车放走了李米 李米也没想到 自己随口一说 竟然救了自己的命 可是 远处的火棍看到这一幕后 赶紧向李米跑去 可就在这时 车子抛锚了 李米终于得救 半夜 惊魂未定的李米 被警局的一通电话吵醒 警察让他到警局协助调查 可李米到了警局 才发现火棍已经死了 原来 火棍和水天 都是体内藏糖果的糖果饭 糖果在火棍的体内破裂 这才导致火棍死了 不过警察也好奇 火棍还没到藏糖果的危险期 怎么提前死了 因此怀疑 是火棍吃了什么药 导致糖果的包装溶解 李米这才想起来 自己曾经给火棍买过纸糖药吃 还好 水天还活着 还点名要见李米 惊魂未定的李米 不想见水天 他害怕的走出警局 却在打开车门的一瞬间 看到了方文的身影 他急忙追了上去 却被一辆出租车刮倒在地 第二天 李米终于同意来见水天 一上来 李米就问水天自己的杂志去哪了 水天也情绪激动 求着李米帮自己找小香 还说自己一出去就能取小香 看着眼前单纯的水天 李米不忍心再继续骗他 便告诉水天 自己从来没见过小香 最后的信念破灭了 水天彻底抓狂 警察逼问李米 杂志和小香究竟是怎么回事 李米也终于爆发 小香没找到 可警察却让李米去骗水天找到了 还装模作样的给水天打了一个电话 水天这才吐露实情 这个男孩实在太可怜了 为了能挣到一万块钱 娶自己心爱的女孩 被糖果犯骗到了云南 一下车就被蒙上眼睛 还被迫吞下整整78颗糖果 本来约定好在大桥上碰面 结果一个戴着墨镜念诗的文艺青年坠楼 打破了他们的所有计划 利用完李米 警察便让他离开 没想到 李米竟然在警局 看到了失踪四年的男友方文 那可是他朝思暮想了四年的人啊 可眼前的男子 却声称自己不是方文 自己叫马兵 仰看着李米情绪激动 警察拉开了两人 放走了方文 不死心的李米直接追了出去 无奈 警察只好再找来方文 做一个笔记鉴定 结果出来了 眼前这个男子和方文信中的笔记 明显不服 李米不敢相信这一切 他追了出去 像个可怜的孩子一样 跟在方文的身后 不停地念着方文这些年来 给自己写的信 在没有方文的日子里 这些信便是李米的最后寄托 他早已将信的内容烂书于心 终于方文受不了了 像破罐破摔般的转身过去 承认了自己就是方文 确定李米说出了他最不想听到的话 我心里就别人好 现在就不想要 我说 那么可怜 李米大哭着离开 他彻底崩溃了 回家后 李米烧掉了方文写给自己的信 准备重新开始 可他后来才知道 原来警察骗了他 当时的笔记鉴定 其实有70%的重合率 通过调查 警察发现马冰的一切信息都是假的 于是 警方便盯上了马冰 搜查了他的家里 果然 找到了马冰给火柜和水田准备好的机票 再通过墨镜上的指纹确认 方文正是火柜和水田要找的 唐国组织接头人 就在方文慢慢从李米的记忆中抹去时 一封信再次打破了李米的生活 信中什么话都没有 只有一张银行卡和一把钥匙 可李米看着寄信的日期 竟然发现这和当时做鉴定笔记的日期是同一天 还没等这个疑惑解除 李米又发现 有人往自己的门缝中塞进了一个存折 李米打开窗户 果然 看到楼下有个神秘女人经过 李米赶紧开车追出去 原来 那个神秘女人正是方文当时的女伴 女伴是唐国组织派来监视方文的 经过上次的事情 组织已经不相信方文了 女伴也不忍心方文被杀 便偷偷给了她一张机票 希望方文远走他乡 可方文看着机票上 又一个假名字的时候 她将机票撕得粉碎 她早已验尽了这样的生活 女伴将两人干净的八万块钱 给了李米 前有警察的追捕 后有唐国组织的追杀 方文再也承受不住了 她再叮嘱了女伴 不要将自己的事情告诉她后 就纵身一跃 从大桥上跳了下去 可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还想给予李米一点希望的她 竟然活生生的死在了李米的面前 事后 李米想起了那把钥匙 她顺着地址 打开了一个柜子 里面是一大包钱和一个录像机 警方以为录像机里会有什么线索 便逼李米拿了出来 没想到 里面仅有一段方文留给李米的遗言 那些钱 是方文留给李米开一家超市的 一阵雪花过后 是方文偷拍李米的生活片段 视频里李米独自洗衣服 晾衣服 独自在马路上换轮胎 独自面对口吐芬芳的乘客 在无数个他最需要方文的时候 方文也在用自己的方式 默默陪伴着他 随天吞下78颗糖果 是为了攒够一万块钱 回家取小香 方文成了糖果组织的街头人 是为了攒够和李米一起开超市的钱 他们都为了钱铤而走险 生活无奈 众生皆苦 好了我是AJ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记得点赞关注双联 我们下期再见